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Windows 11又发新版了。这次新版带来了几个非常实用的新功能。首先我们来看开始菜单。 点击全部。 现在可以以三种方式进行查看。 列表模式。 网格模式。 以及类别模式。 另外一个新功能。 在文件资源管理器或者桌面上。 任意拖动一个文件。 在屏幕顶部就会出现一个长条。 将文件拖动到长条。 就可以选择使用什么程序打开。 放到更多按钮。 就会打开经典的共享界面。 再来看另外一个新功能。 点击开始菜单。 点击电源按钮。 锁定屏幕。 现在在锁屏界面可以自定义小组件。 比如我添加了天气和路况信息。 不仅如此。 在锁屏界面的每个小组件上。 都有一个选项。 在这里可以直接跳转到管理小组件的设置界面。 除了当前这两个小组件。 可以点击这里。 添加更多的小组件。 如果这些小组件还不够丰富。 还可以再应用商店。 下载更多的小组件。 上述的三个新功能都很实用。 但是这三个新功能默认都是隐藏的。 需要使用激活工具。 来进行逐个激活。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在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锦线Microsoft应用。 选择Beta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如果点击继续按钮没反应。 可以在任务栏上的设置窗口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关闭窗口。 或者直接按键盘上Alt加F4关闭当前窗口。 重新打开设置并导航到该选项。 再次选择Beta渠道。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上面检查更新按钮。 这里已经显示最新的可用更新。 等待更新完成。 经过漫长的等待。 更新已经安装完成。 点击立即重新启动。 又是一次漫长的等待。 这里就直接略过了。 现在,Windows 11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 但是由于是跨版本更新。 更新包会比较大。 如果不清理。 磁盘会被占用大量空间。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磁电脑。 在本地磁盘C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刹新完成。 选中以前的Windows安装文件选框。 如果不清楚该选项。 C盘就会被占用十多GB的空间。 如果后续需要还原到以前的系统版本。 请不要执行该操作。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选择继续。 稍加等待即可完成删除垃圾文件。 下载Windows 11隐藏功能激活工具。 Viverto。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下载之后,将激活工具解压缩。 进入到Viverto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明镜需要您的真正常害理解压明星。 剧场——尽points可控制风产。 apologize。 我们下载 forgiven这件事。 假计则和辅置 arms,��氛达 будет不得来实际 situ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系统已经启动成功 我们来逐个看一下 新功能是否激活 首先看一下锁屏 天气预报和路况信息 没有任何问题 再来看一下开始菜单 以三种方式进行查看 也没有任何问题 在资源管理器推动任意文件 也可以打开共享菜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别忘了一键三连哦